真的没有想到北京谭思同故居离他被砍头的菜市口刑场如此之近 只有一百多米的距离 真的不知道他在被行刑的那一刻 是否也会留恋自己的家 是否也会想到在最后看这里一眼呢 大家看前面有红绿灯的那个十字路口 就是清代斩首示众的菜市口 当年谭思同等人就是在菜市口被害的 而离刑场仅仅只有一百多米的距离呢 这所院落就是刘洋会馆 也是谭思同当时的家 仅仅一百多米的距离是他再也回不来的地方 不知道他在最后那一刻 会不会也向自己的家里偷偷的看上一眼呢 谭思同是湖南刘洋人 但是他是1805年出生于北京 谭思同呢也是名人之后 他的父亲呢曾官至湖北巡抚 兼湖广总督 从小衣食无忧的谭思同 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 在他青年时期的时候 就有利了中国的很多地方 也结交了很多的意识高人 思想上呢受到了熏陶 成为了一位饥饿如仇的有志青年 并且认为呢人与人之间应该有最基本的平等 也正是这种开放的思想让他有了以后的改革生涯 刚才咱们说过了啊 谭思同呢是1865年出生于北京 但是呢他是在湖南长大的 随着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 和马关条约的签订 谭思同呢彻底对洋务派和大清集团失去了信心 在1896年他从湖南老家再次进京 认识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并支持和参与了他们的这个变法运动 1898年6月11日 光绪皇帝呢发布了定国示照 变法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但是仅仅坚持了103天 9月21日西太后也就是慈禧啊 发动政变 慈禧连发玉旨捉拿维新派 并且把这个光绪皇帝啊也关了起来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戊虚变法 失败之后呢 康有为梁启超呢纷纷逃走 谭思同呢本来是有机会一起逃走的 但是他是先设法营救光绪帝 营救呢没有成功 他呢也失去了最好的逃跑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决心以死来殉国 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做最后一次反抗 而且他对劝他的人说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近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留血者 此国之所以不畅言 有之请自私同史 1898年9月24日呢 谭思同在刘阳会馆被捕 也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处院落 这里呢是他来北京之后的住所 谭思同被捕入狱之后呀 义太非常从容 镇定自若 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 望门头指思张俭 人死须于带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四天之后呢也就是9月28日 他与其他五位一世英勇就义于 刘阳会馆一箭之遥的菜式口 据说当时筷子手行刑时 用的是最愚钝的刀 足足砍了30多刀 谭思同才最终死去 场面让人触目惊心 他在临终之前呢 还大声喊道 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 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 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 与他一同被害的呢 还有维新派的林旭 杨申秀 刘光帝 杨瑞和康广仁 这五人呢 和谭思同 被后人称为 戊虚六君子 而谭思同在狱中写下的绝句呢 至今还广为流传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1899年 他的遗骸被运回原籍 葬在湖南刘阳城外的石山下 利忧患而不穷 处生死而不乱 是对人的胸襟和气量的最高要求 可是自古以来 能够做到这两点的人能有几个呢 但是谭思同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您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个视频见